这个女人,做了18年的家庭主妇,在38岁这一年,却遭遇了协议离婚,她叫露拉,离婚的原因竟然是,老公嫌弃她没有文化。 20岁的时候,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并意外怀孕,露拉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并陪着老公出国去陪读,就这样一新为家庭的她,还是被老公提出了离婚。 两人决定,等儿子顺利上大学之后,再告诉他们离婚的事,就这样,露拉和老公,就开始同房不同床的日子,但是露拉不想放弃自己的家庭,为了留住老公,露拉单纯地认为,有了文化,她和老公就有了共同语言,所以露拉偷偷报考了大学,在阴差阳错中,她和儿子考入了同一个大学,当她高兴地拿出录取通知书时,儿子却说, 伤心的露拉郁郁寡欢地发着呆,准备上班的丈夫,看到露拉手机的提示,告诉她,今天是体检的日子,露拉心不在焉地答应着,她来到医院后,医生告诉她得了一线癌,生命只有六个月时间了,露拉独自一人,坐在车站大声痛哭,但是露拉不知道的是,医院电脑上,诊断记录上的名字,并不是自己的。 晚上回到家的露拉,打开儿子房间的门,儿子看到妈妈,并没有询问体检的事情,露拉特别想把生病的事告诉儿子,话到了嘴边还是咽了下去,儿子反而警告妈妈, 露拉进入书房,她希望得到丈夫的关心,问道 这一刻露拉仿佛失去了全世界,那么,她今后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这个女人当得知,生命只有六个月的时候,看到校园外,青春洋溢的学生在跳舞,当她看到学生背后面写着的字,大学是一次,人生是一次,选择在于我们的字后。 三十八岁的露拉决定严自己的大学梦,重回校园,因为离婚,露拉被忽悠地近身出户,回到家的露拉,找出奶奶在枕头里给她留下的钱,交了学费,晚上拿出学校的地图,特意画了一条避开儿子的路线。 三十八岁重回校园并不简单,就在第一天上课,她走进教室,同学们误会她是老师,看到她走向学生的座位,都用嫌弃的眼光看着她,更让她意外的是,给她上课的教授,居然是她的高中同学车玄熙,而她还是玄熙的初恋,她尴尬地把帽子往下压了压,其实玄熙早就认出她了,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装作不认识,压抑了多年的的情感。 看到现在的路拉,她却鬼使神差故意刁难她,让路拉摘掉帽子,并且喊路拉大婶。 下课后的玄熙却偷偷笑了起来,两人重逢,还会擦出爱情的火花吗? 三十八岁的女人因为的癌症,决定完成自己的大学梦,重返校园,因为年龄差距,在校园里里里碰壁,听不懂学生之间所说的流行词语,上网查阅各种资料,但一无所获,回到家的路拉,看到冷冰冰的家里, 她感到特别孤独,此时她不知道的是,老公是因为有了新欢,才会跟路拉离婚。 回到家的老公,迫不及待地拿出离婚文件,请求路拉赶紧去公正处公正离婚。 路拉伤心地在一时哭泣,她并不想把生病的事情告诉家人,只想和家人幸福地过完这三个月。 此时路拉的儿子,在大学谈起了恋爱,儿子不知道的是,女朋友是妈妈的同学,他们两个都报了一门,婚姻与家庭的课程,送女朋友回教室时,并没有看到妈妈,这时老师走进教室,原来这个金老师,就是丈夫的新欢。 原来,金老师故意让路拉难堪,要求男女组队,随机路拉和一个叫罗顺男的同学搭档,看着人的表情,很不情愿和路拉组队,并且告诉路拉,你这个年纪肯定结过婚了,婚姻与家庭这门课,你根本没有学习的必要。 这些话正好被路过的玄熙听到,玄熙故意犹豫金老师,听到金老师说路拉,玄熙马上回对了过去。 金老师听到后,瞬间羞得面红耳赤,路拉来到社团招募现场,看着青春的大学生,路拉很是羡慕,当她想静悄悄走过的时候,一位小伙子拉起路拉跳起了舞,路拉放开束缚,跳起了高中时的舞蹈,有多少人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女人在婚后,也不要迷失了自己。 路拉没想到的是,因为这支舞,将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个女人正在怂恿男人离婚,男人说她的老婆,提出了三个月后再举离婚的事情,金老师点招让其写保证书,以防以后她会后悔。 回到家的老公,拿出保证书,让路拉签字,并嘲讽道,前两次一直说话不算话,这样会变成习惯的前兆。 这次希望有个保证,没有等丈夫说完话,路拉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路拉来到养老院,对老人说以后不能来看他们了。 她撒谎道,因为六个月后,她的丈夫要调到德国当教授,最后一次来帮你们洗洗衣服。 洗衣服的期间,听到录音机里传出喧息的声音,她仔细地听着,路拉像受到启发一样写起了自传医院清单。 她写道,两岁时的我,爸爸的一下爱去世,妈妈在婚离开了,奶奶把她抚养长大,然后结了婚,后来怀孕,她的儿子明秀出生,抚养着儿子,一直抚养到儿子十八岁,然后就要死了。 路拉写道这,突然撕掉了自己的遗愿自传,她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深深回忆起而那段模糊的记忆。 路拉站在密集的人群里,给闺蜜打电话,觉得自己活得太冤枉了,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有发现,自己没做过的东西太多了? 她决定改变自己。 这个女人正在写自己的遗愿,三十八岁的自己,像真正的大学生一样生活,并且重新跳舞。 她要为自己而活,她不知道的是,因为跳的那支舞,学校的舞蹈乐团正在寻找她,希望能加入学校舞蹈队。 第二天路拉鼓起勇气,进入学校的舞蹈乐团报名,巧的是,舞蹈团的队长,就是课堂里不愿意和自己组队的同学罗顺南。 但是她并没有认出,那天跳舞的人就是路拉,她表明来意后,顺南却吃惊地告诉她。 回到学校的路拉,被同学邀请参加新生欢迎会,路拉为了尽快融入同学之间,她来到新生欢迎会,鼓起勇气自我介绍。 好在同学没有为难路拉,一起玩起了游戏,聪明的路拉一学就会,这时热闹的气氛被一个信息打扰了。 信息里的内容是,程教授要来参加新生欢迎会,路拉看着同学好像并不欢迎她,说着话的功夫,程教授就来了,教授一来刚坐下,就开始对女同学动手动脚。 其中一个,还是路拉儿子的女朋友,就当教授更加放肆的时候,路拉忍不住制止了教授的行为。 教授听到后气愤地离开了,原本对路拉冷淡的同学,都为路拉鼓起了掌声,这一幕正好也被玄西看到,玄西的脸上却是担心的表情,路拉不知道的是,她惹上了麻烦,以后的大学生活还会顺利吗? 你有没有见过38岁,重返校园的大婶,她叫何路拉,在一次新生欢迎会中,她看到自己的同学,被学校教授性骚扰,路拉挺身而出帮同学解围,反而得罪教授,教授找来了这门课的老生,用就业问题要挟学生,让路拉道歉,路拉表示自己并没有做错,并问道为什么要忍受教授这种行为。 男生们嫌弃路拉抢出头,又这样路拉又重新受到排挤,看到女同学的默许,路拉不解,现在的同学为什么这样? 她打电话给玄西询问,玄西已经预料是为了什么,让路拉来找她,来到后的路拉却被玄西嘲讽,但是路拉不赞成这种做法,俩人吵了起来,最后路拉留了句话给玄西。 在骂完人慌乱逃跑的过程中,笔记本掉落了下来,玄西打开笔记本,看到路拉只有六个月时间,玄西失魂落魄,想到自己曾针对路拉,感到后悔。 此时路拉看到医院的预约信息,来到医院复诊,医生告诉她,她被误诊了,而且身体非常健康,医院曾经发过一封邮件,告诉她误诊的事,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应。 路拉在反复确认后,袭击而泣,她来到上次嚎啕大哭的地方,想到自己曾经的模样,窃窃偷笑了起来,打电话给闺蜜,赶来得闺蜜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两人拉着手转了起来。 路拉告诉闺蜜,死而复生的感觉真好,决定继续完成自己的大学梦,闺蜜高兴得要了一打啤酒庆祝,真的羡慕路拉有这样的闺蜜,一起开心,一起伤心。 小可爱们,你有这样的闺蜜吗? 这个女人连着喝了六杯酒,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因为她准备要去揭发一个,大学教授性骚扰的爆炸事件。 就在刚刚,她来到同学打工的地方,同学塞给她一个内存卡,里面是教授骚扰女学生的视频。 38岁的她,已经没有了儿时的任性和执着,脑子里面不时地浮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她变得胆怯起来,喝了几杯就喝醉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家了,脑子里的记忆断断续续,想到是玄西把自己送回的家。 模糊听到玄西,说自己小时候的执着,看到手里的内存卡,她有了决定。 大学教授这时收到一个邮件,看到是露拉发来的,想到闹完对自己呵斥的行为,她赶忙打开。 教授顿时慌了手脚,她正要准备拿起手机找律师,这时听到了门外说话的声音,原来玄西是来助攻露拉的。 玄西叫露拉来办公室整理文件,这时听到门铃响,露拉震惊地看到,来的人居然是自己的老公。 玄西一把揽过露拉,介绍这是自己的女朋友,她用夸张的语气,来嘲讽露拉的老公。 露拉老公听到,是因为玄西请求老同学,过来帮忙工作的时候,觉得不可思议,在老公语哲的眼里,露拉只会做家务, 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她在别人的眼睛里却闪闪发光。 玄西故意说着,露拉高中时的与众不同,上高中的时候露拉帮助了自己很多, 由于自己的助教临时有事,晚上需要整理的资料很多,还需要老同学帮忙整理, 请允许露拉晚上晚点回家,到时候她会送她回家。 雨哲一直处于镇静之中,开车走的时候,看到后视镜二人的亲密样子,觉得不可思议。 晚上雨哲和新欢金老师吃着饭,脑袋里却一直想着露拉和玄西的事, 饭没有吃完,雨哲找借口就回家了。 回到家的雨哲,看着冷冰冰的家,回想着玄西说的话,自说自话道。 此时玄西带着露拉在电影院,还给露拉买了爆米花, 看到露拉为故事情节伤心地哭着,紧紧地牵动着玄西的心。 玄西做的这些,都是因为她看到,露拉笔记本里,写的医院清单, 她希望露拉在最后的时间里,过得开心和快乐。 一直到凌晨两点,雨哲才从窗外看到,玄西把露拉送回家, 看着二人说笑着,好奇两个人说着什么。 回到家的露拉吓了一跳,看到老公站在门口, 吃醋的老公质问道,为什么这么晚回家? 露拉,你什么时候和玄西开始见面的,你们一直在工作吗? 还不让露拉公开,和她离婚的事情,最后还搬出儿子, 如果知道父母离婚,会影响儿子的学习。 露拉看着奇怪的雨哲,感觉到非常陌生,男人就是这个样子, 等到真的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人生如梦。 活好当下,这个女人和儿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大学, 露拉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儿子明秀和女朋友惠美在吵架, 原因是,明秀看到惠美和同学,高兴地一起拍亲密照, 惠美解释是课堂任务,两人吵了起来,引来了许多同学围观, 其中就有妈妈露拉,好在两人很快和好了, 看到儿子的背影,露拉感叹道,我的儿子成男人了啊, 这时玄熙的助教看到雨哲,自己心想着, 他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快要死了, 他决定把自己的话剧门票送给他, 并且嘱咐他要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现在雨哲心爱的人,是金老师, 此时露拉因为课程,需要联系罗顺男, 就去了舞蹈社团,听到殆尽的歌曲, 露拉不由自主地跟着跳了起来, 这时,正好被社团学员看到, 他仔细看露拉的舞步, 确定了就是那天跳舞的主人, 拿起电话联系了罗顺男, 顺男赶到社团的时候看到, 一个正在跳舞的背影, 感叹终于找到了, 露拉回头的瞬间, 惊掉了他的下巴, 就这样顺男同学, 同意了露拉进入舞蹈团, 就在舞蹈训练结束的时候, 儿子碰到了妈妈, 他赶忙躲了起来, 急忙给爸爸打电话, 告诉妈妈上学的是, 露拉刚回家就被语者质问, 但是露拉铁了心要去大学, 儿子明秀这边, 也没有给露拉好脸色, 露拉解释道, 如果嫌弃妈妈给你丢人, 我们只要在学校, 装作不认识就好, 但是儿子却说道, 你这个年龄上大学还有什么用, 并威胁道, 如果你不退学, 我就退学, 伤心的露拉看着自己的儿子, 觉得不被理解, 起身去卧室反锁了门, 第二天露拉, 直接无视儿子和老公去上学了, 在学校碰到玄西, 因为露拉帮忙整理文件, 邀请她一起去看话剧, 她回到工作室, 助理告诉她, 把自己的票送给了宇哲教授, 今晚会带着露拉去看话剧, 她嫌弃助理多管闲事, 给露拉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赶忙开车去追露拉, 可惜晚了一步, 此时的露拉已经到了话剧院, 并看到了宇哲, 刚要过去打招呼, 就看见金老师刚好走向宇哲, 宇哲贴心地, 给金老师整理着衣物, 这个男人太渣了, 自己出轨却对妻子提出离婚, 就在刚刚, 露拉亲眼看见老公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伤心的露拉一人走在路上, 玄西不放心地开着车跟在露拉身后, 露拉想起几年前的宇哲, 对自己的挑剔, 对自己的不耐心, 对自己说没有共同语言, 原本露拉以为是自己没有文化, 而导致两人没有共同语言, 一直对宇哲有着愧疚之心, 她对这个家尽心尽历二十年, 想到这些, 露拉自嘲地笑了起来, 闺蜜打来电话, 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闺蜜生气地问露拉为什么跑了出来, 她应该看看这个你的是谁, 露拉说因为害怕胆怯, 从十八岁开始, 她的心里一直就是家庭, 现在离婚就代表着我将是一个人, 不敢想象没有家人的感觉, 伤心地大哭起来, 远处地悬膝看到露拉, 心里很不适滋味, 回到家的露拉, 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与者把露拉叫到书房, 拿出两份文件, 一份是让露拉退学, 另一份是公正离婚协议书, 另外又拿出这个月的生活费给露拉, 还告诉露拉如果不签字, 连最后的门面都不会再给她, 看着眼前的男人, 露拉感觉到恶心, 看到着我都心疼露拉, 一早玄熙碰到上班的雨哲, 问到昨天有没有带着露拉去看话剧, 雨哲说因为丧事没有去, 看着满嘴谎言的雨哲, 玄熙握紧拳头想揍她, 这是看到走来的露拉, 忍住自己不去揍雨哲的冲动, 第二天露拉在上学的路上, 看到身穿校服的闺蜜, 两人嬉笑着, 露拉也换上校服, 这时, 开着车的雨哲看到了露拉, 看到玄熙搂着自己的老婆, 吃惊不已, 几人聚齐后, 回到了高中学校, 露拉看着曾经熟悉的一切, 回想着一幕幕的往事, 做着高中时幼稚的行为, 照了很多搞怪照片, 理着看到不一样的露拉后, 一直心神不定, 无法集中开车, 几人来到夜店, 开心地跳着, 露拉不知道的是, 此时她的儿子也在这里, 娘俩都在夜店快乐玩耍, 快乐的时间过得总是那么快, 玄熙送露拉回家的路上, 露拉诉说着今天她特别快乐, 一直以来自己活的, 很沉重很孤独很累, 玄熙看着露拉的背影, 喃喃地说道, 多希望你像今天一样, 开心地活着, 回到家的露拉, 在电梯口碰到了儿子, 我妈, 两人准备偷摸回家的时候, 正好被宇哲抓到, 只问到你们去哪了, 露拉如实回答, 去夜店了, 留下宇哲一人凌乱, 这个女人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二十年一直奉献给柴米油盐, 以前的生活暗淡无光, 今天终于为自己活过一天, 开心的露拉, 用漫画画出今天的快乐时刻, 看到前几天画的玄熙, 想到玄熙180度的转变, 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此时的玄熙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想着今天露拉的一颦一笑, 打开手机看今天拍的照片, 第二天露拉接到同学的电话, 告诉露拉为她找到打工的地方了, 露拉却忘了自己七点和玄熙的约定, 却迟迟没等来露拉, 她打电话询问玄熙找到露拉打工的地方, 把她从便利店拖出来, 不明白地问道, 你都快要死了为什么还要打工, 难道直到死都看着丈夫的眼色吗, 六个月的时间都很珍贵, 为什么要打工来浪费时间, 露拉不明白玄熙怎么了, 直到玄熙说出一线癌的事, 露拉才知道为什么玄熙这么激动, 赶紧和玄熙说这是误诊了, 自己死不了, 玄熙大声地问着, 这是真的吗, 激动地把露拉揽入怀中, 回到家的玄熙, 想到露拉不用死, 自己偷笑着, 也好奇, 为什么不用死了也不跟丈夫说, 为什么要打工, 心里充满了疑惑, 早上起来的露拉满血复活, 做了许多紫菜包饭, 准备给儿子和玄熙, 来到学校的露拉偷偷看着儿子, 想把便当放到桌子上, 突然想到要和儿子在学校, 装作陌生人, 她想到了给儿子女朋友惠美, 告诉惠美, 在给朋友做饭团时想到你, 多做了一份, 并告诉惠美这是两份, 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吃, 露拉偷偷跟在惠美后面, 果然不出所料, 惠美和儿子一起吃饭团, 远远望着的露拉, 看着儿子开心地笑着, 露拉心满意足, 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看到了宇哲往儿子的方向走去, 露拉怕儿子恋爱的时候被发现, 抓起惠美的手就开始跑, 儿子看到是妈妈后, 一脸吃惊, 宇哲原本是要和金老师一起约会, 突然看到儿子也是一脸懵, 她儿子看到金老师, 谎称自己在散步, 惠美回到明秀这里, 只是说那个姐姐, 看到背后面的扣子开了, 不理解的明秀找到妈妈, 问到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 她有女朋友的事, 露拉说道, 她也是无意间看到的, 她并不反对儿子谈恋爱, 希望儿子这个年龄做该做的事情, 不希望被约束活着, 并提醒儿子, 她写过保证书, 大学期间恋爱就要去当兵, 青春只有一次, 错过就没有了, 明秀看着转变的妈妈, 第一次感觉到自责, 露拉拿着饭团来到玄西的工作室, 玄西却突然态度转变, 希望露拉以后不要再来找她, 看到她也不要打招呼, 转身出门的露拉越想越气, 回到屋里的她, 你又没有见过, 如此不要脸的男人, 玄西却看到, 露拉和自己的心欢在一起, 害怕自己的丑事败露, 她向约露拉一起吃饭, 吃饭期间她自作多情地说道, 你对我过于迷恋, 其实你上大学, 就是为了要黏着我, 监视我, 我投降了, 我不想在大学见到你, 这时, 玄西却拿出一份退学申请书, 让露拉签字, 并说道, 你只要退学, 我们就取消离婚, 露拉直接打断与哲说话, 果断答应离婚, 她说我不是为了你才上学的, 我是不会退学的, 撕掉了与哲给她的退学申请书, 并告诉与哲, 我已经知道你有别的女人了, 与哲并不承认, 还想狡辩, 露拉不给与哲狡辩的机会, 起身就走了, 看到这里我觉得太过瘾了, 露拉终于硬起了一回, 玄西这边自己一人生着气, 因为之前她找到露拉的闺蜜, 商量给露拉惊喜, 玄西问道闺蜜, 你明明知道露拉是误诊, 为什么不告诉我, 闺蜜说道露拉过得太苦了, 我只是想让她找回, 她曾经已逝的青春, 玄西说道, 她明明看到老公出轨了, 为什么还要看老公眼色过日子, 闺蜜最终没有说出俩人已经离婚的事, 玄西不理解, 她为什么这么卑微地过着, 其实玄西是心疼露拉, 此时以哲为了不让露拉上大学, 找来儿子, 希望儿子去说服妈妈, 可儿子一改往常的态度, 赞同妈妈上大学, 以哲看到儿子维护妈妈, 觉得不可思议, 夜晚露拉整理自己的心愿清单, 化掉完成的心愿, 想到都是玄西帮助自己完成的, 若有所思地想着, 第二天一早露拉看到玄西, 露拉换身女财阀, 这演技超牛, 下一秒几人就偷笑了起来, 露拉的性格越来越活泼, 很快和同学打成一片, 大学里舞蹈社团的表演, 马上就要开始了, 团长看着领队的女孩, 一拳一拐的还在排练, 脱下她的鞋子发现脚步扭伤, 不能再领队, 罗舍男想到了露拉, 赶紧把露拉找来, 说明原因后, 露拉直接拒绝, 说了句抱歉跑了, 玄西找到露拉, 希望她去尝试一下, 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已经好多年, 没有上过台的露拉, 怕这个年纪上台跳舞被人笑话, 玄西直接把她的围裙摘掉, 让露拉去换衣服,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 迎来了露拉的闪耀登场, 就在露拉摘掉帽子的那一刻, 儿子吓了一跳, 依着看到后惊呆了, 她从来没见过这一面的露拉, 惊看得有些出神, 玄西在台下看着露拉, 她的心被撼动了, 台上的露拉看到玄西后, 玄西却转身离去, 回到家的玄西, 回想着台上跳舞的露拉, 拿出珍藏未曾送出的卡片, 喃喃地说道我喜欢你, 晚会结束后, 露拉又回到了舞台, 她好像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在翩翩起舞, 但是回不到以前了, 也为自己放弃舞蹈, 而后悔哭泣, 第二天玄西见到露拉, 却不敢正面看她, 原来露拉是专门来给玄西送饭团的, 因为露拉的婚姻家庭, 玄西不敢越界, 拿着饭团慌张逃跑了, 回到屋里, 玄西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 大口地吃着饭团, 看到这里真的心疼玄西, 露拉儿子最近成绩下降, 她的女朋友惠美却一直玩心不退, 因为给爸爸写过保证书, 成绩下降和不能谈恋爱, 都在保证书里, 如果触犯任何一条, 都会去参军, 明秀回到家翻找保证书的时候, 意外看到爸妈的离婚公正书, 玄西和以哲同时收到了, 参加两天一夜的委员团结大会, 助理因为妈妈生病住院, 托露拉去另一个城市, 给玄西送文件, 露拉赶到的时候, 所有人都震惊了, 金老师并不知道, 露拉是宇哲的妻子, 因为是自己的学生, 便执意邀请一起吃饭, 露拉拗不过, 只好留了下来, 此时露拉想赶紧吃完饭, 离开这个地方, 但吃饭时过于着急, 被噎到, 宇哲不想被人知道, 她和露拉的关系, 和众人回到房间后, 又偷偷溜出去, 给露拉买消食的药, 却意外看到, 玄西给露拉泡好消食茶后, 起身去给露拉找房间休息, 宇哲拦住了玄西, 定质问道, 刘允晓, 你妻子喜欢吗? 喜欢다면怎么办? 玄西回答得太帅了, 露拉休息过后, 玄西邀请她一起散步消食, 却被远处的宇哲和金老师看到, 玄西在给露拉拉拉链的时候, 两人眼神碰撞在一起, 玄西只好尴尬说道, 注意保暖, 不要感冒了, 才缓解了尴尬的局面, 第二天一早, 玄西建议一起活动一下, 一起骑双人自行车, 并幼稚地要和宇哲骑车比赛, 到达终点的玄西, 故意撮合璐拉和宇哲, 拉起金老师, 坐上自己的车就走了, 另一边, 宇哲对璐拉说, 不要别人对你好, 就冲昏了头脑, 为了讨好璐拉, 看到路上卖花的花弄, 送给了她一束花, 并让璐拉辞去, 玄西工作室的工作, 听到璐拉说了一大堆, 宇哲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段看得我太想笑了, 远处的玄西, 看着璐拉抱着一束花, 和宇哲回家, 以为两人和好了, 一早璐拉准备去玄西工作室, 宇哲看到穿得漂漂亮亮的璐拉, 不禁问道, 宇哲离는데 왜 차运出 사무실을 나가? 대답할 의문은 없는 거죠? 璐拉来到玄西工作室, 问玄西昨天为什么, 拉着金老师跑了, 并误会玄西喜欢金老师, 玄西大声地说不是, 我总不能在你丈夫面前, 把你拉走啊, 两人尴尬地看着对方, 结束工作后, 璐拉的婚姻与家庭课程, 换了小组, 准备经历一次情侣约会后, 把感想写出来交作业, 两人一起吃过饭, 一起去公园约会, 在草坪上休息看电影, 璐拉看着对面的一家三口, 不禁想到了自己, 回到工作室的璐拉, 对玄西说着今天的约会, 玄西看着璐拉, 却满是心疼, 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约会, 璐拉却兴奋地像个孩子, 玄西忍不住问道, 你以前到底是怎么过的, 璐拉不愿提及以前, 慌乱跑开, 第二天, 宇哲跑到璐西工作室, 你妈妈来来, 你这里离开, 快点准备了, 你不然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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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璐拉儿子找到闺蜜, 说已经知道爸妈离婚的事, 好奇妈妈为什么会上大学, 隐音看到着急的明秀, 只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告诉了他, 其一的事情, 让明秀自己回家问清楚, 回到家明秀, 直接跑到书房质问爸爸, 宇哲还是拿出那一套, 和璐拉没有共同语言, 来堂塞儿子, 没有听宇哲说完, 儿子气冲冲就出去了, 这是看到正在给自己, 换床单的妈妈, 明秀拿出离婚协议书给妈妈, 说隐音阿姨都告诉他了, 夜晚璐拉一个人想着, 宇哲和儿子说过的话, 他应该做出选择, 第二天璐拉约宇哲, 在咖啡店见面, 璐拉直接拿出离婚公证书, 要求现在就去公证处离婚, 宇哲看到璐拉拿出离婚公证书, 并要求现在就去法院, 宇哲顿时慌了手脚, 璐拉说, 我并不在乎你有什么女人, 这个女人是谁, 只是觉得为自己的人生感到可悲, 看到眼前滔滔不绝的女人, 宇哲最后只好搬出自己的儿子, 问璐拉, 儿子怎么办, 儿子会同意吗? 璐拉想到了与儿子的对话, 很坚定地说到儿子会理解的, 也希望你不要拿儿子当借口, 宇哲嘴上答应着明天去办理离婚, 却在璐拉打电话的时间, 趁机逃跑了, 金老师在路上偶遇玄西, 刚要打招呼发现玄西喊璐拉, 看到两人特别熟悉, 不像教授和学生的关系, 反而更像朋友, 不禁想到, 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她决定调查一下, 璐拉的信息, 当她拿到侦探给她的调查信息时, 她惊呆了, 原来璐拉是宇哲的老婆, 她立马找来宇哲质问, 为什么不告诉我, 宇哲谎话连篇骗过金老师, 她告诉金老师, 璐拉并没有认出是你, 门混过关, 晚上回到家的璐拉, 发现站在门口的宇哲, 她拿出前段时间, 让璐拉签的延缓保证书, 璐拉拿过来大气地撕掉了, 并告诉宇哲,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这是你自己写的保证书, 四年前我们的婚姻就名存实亡了, 明天我们就去法院公正离婚, 宇哲继续狡辩道, 我大学上任刚一个月, 如果这是离婚, 对我的工作还有儿子, 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也得想想儿子, 现在儿子都开始顶撞我了, 你给我点时间, 这个学期结束后, 我们就去公正离婚, 第二天, 儿子明秀和女友外出的时候, 碰到了正在学习电脑的妈妈, 儿子主动教起了妈妈, 原来妈妈也有这样俏皮可爱的一面, 露拉去往学校的路上, 总感觉有人在跟着自己, 原来是金老师在跟着露拉, 她想到玄熙说过, 宇哲的妻子就是她的理想型, 她对露拉的魅力产生了好奇, 装作偶遇想要和露拉谈一下, 却被露拉来电打断, 只好放弃, 玄熙助理临时有事, 麻烦露拉整理资料, 看到身后撒上咖啡的坐垫, 楼梯上散落的衣服, 露拉来到二楼, 玄熙的生活区域, 看到玄熙住的地方, 散落在床上的脏衣服, 她准备拿去一起清洗, 准备下楼时, 和玄熙碰了个满怀, 没防备的露拉差点摔倒, 幸亏玄熙急忙拉住她, 避免了意外发生, 俩人弄得都非常尴尬, 露拉赶紧解释道, 只是看到有要洗的衣服, 连忙下楼, 玄熙谎称临时有事, 让露拉提前下班, 刚离开的露拉, 就接到了同学的电话, 她怀疑, 租住的房间进了小偷, 让露拉来帮自己壮胆, 两人拿起棍子, 真真精精进入房间, 好在房间里并没有小偷, 但是房道窗差一点被剪断了, 他们叫来了罗顺男帮忙修理, 但是缺少工具, 并没有修好, 这样的房子住着不安全, 露拉给儿子发了一条信息, 说晚上不回家了, 看到短信的明秀, 夸赞妈妈有意气, 这时已着发现, 十二点的露拉还没有回家, 她坐不住了, 脑袋里幻想, 我们想看到的画面, 跑到楼下等露拉, 还错把别人当成了露拉, 她怀疑妻子在玄熙的住处, 于是马上开车去她那找, 玄熙得知露拉还没回家, 赶忙打电话给闺蜜, 发现她也不在闺蜜那里, 此时的露拉, 把手机放在储物柜, 几人在桑拿房愉快交谈着, 玄熙突然出现, 因为有同学在, 玄熙故意说, 露拉发给自己的文件发错了, 让她赶紧回家确认一下, 看到圣贤接电话, 这才小声说道, 没有和丈夫说外宿吗, 露拉不愿提及和丈夫的事情, 称不放心圣贤一人, 坚持陪同圣贤, 就在桑拿房睡下了, 此时起床上厕所的儿子, 迷迷糊糊, 以为开门的是妈妈, 明秀第一次喂妈妈, 顶撞了雨辙, 半夜里圣贤起床上洗手间, 睡得懵懵懂懂的露拉, 往前挪了挪身子, 觉得压在身下的被子不舒服时, 她看到, 发现对面躺着的近视玄熙, 背下跑的露拉, 捂着自己的心脏, 觉得不可思议, 醒来的玄熙看到露拉不在, 赶紧打电话询问去哪了, 刚到家的露拉, 就接到了玄熙的电话, 听到玄熙在电话的关心, 露拉却不自在起来, 雨辙看到回到家的露拉, 问这个时候跟谁打电话, 露拉不想搭理雨辙, 甩出俩字, 朋友, 第二天, 露拉在上学的路上看到玄熙, 想招手打招呼, 却身不由主地藏了起来, 并心慌地厉害, 自言自语地说道, 自己是不是有毛病了, 此时金老师, 正在猜测玄熙和露拉的关系, 突然想到, 前段时间掉落的钢笔, 玄熙捡到归还时, 对自己话里有话的, 说着自己的感情生活,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玄熙早就已经知道, 我和雨哲的关系, 她找到玄熙, 为了说明自己不是第三者, 她和雨哲是正常交往, 玄熙听到后, 问到底什么意思, 金老师重新说道, 露拉在四年前就已经和雨哲协议离婚, 只是没有公正, 她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不相信的话, 让玄熙去问露拉, 玄熙听到直接愣住了, 看到这, 我觉得此时玄熙心里, 想到的应该是, 自己终于有机会了吧, 露拉放学后来到玄熙工作室, 被告知要开一个野外会议, 是为了创作寻找灵感, 很快帐篷搭好, 玄熙安排露拉只需做好, 看好剧本就可以, 露拉偷看着玄熙做饭, 还小声夸赞玄熙的酒窝好看, 看到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露拉忍不住摇起一勺汤, 玄熙用期望的眼神, 看着露拉尝汤的味道, 果然味道是极好的, 饭后两人一起刷着碗, 玄熙幼稚的, 要露拉叫他欧爸, 哎,这就是恋爱的酸臭味吧, 几天后, 明秀和女朋友逛街的时候, 发现了在便利店打工的妈妈, 心里愤怒, 跑回家质问宇哲, 说妈妈还在便利店打工, 她没能上大学, 也是因为你的原因, 你应该给妈妈付大学的费用, 宇哲觉得露拉在便利店打工, 是在给自己丢人, 赶去便利店, 硬拉着露拉回家, 她和店主说, 堂堂教授夫人, 怎么可以在这打工, 和店主发生了争执, 把货家摔倒, 因此也弄砸了露拉的工作, 他们在路边吵了起来, 宇哲真是个老赖, 露拉看到一对情侣蒙眼时, 突然想到, 玄熙也蒙住过自己的眼睛,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 玄熙那天也在话剧院, 露拉找到玄熙问道, 那天在话剧院, 是不是也看到了, 与这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事, 玄熙只好说看到了, 露拉觉得是因为玄熙可怜自己, 才会重新又对自己好的, 玄熙想解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露拉打断玄熙的话, 继续说道, 被你看到自己的老公出轨, 自己却胆怯地跑掉了, 所以你是可怜我, 才重新和我做朋友的吗? 玄熙想解释, 露拉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 露拉打电话给玄熙助理, 说以后不会再去工作室帮忙了, 玄熙听到后, 急忙拿出手机打给露拉, 露拉故意不接玄熙的电话, 玄熙又来到学校找她, 却看见露拉偷偷地跑掉, 很明显是在躲着自己, 她在路上被玄熙堵住, 玄熙希望她, 继续在工作室工作, 这是金老师给露拉打来电话, 打断了交谈, 露拉对玄熙说有约就转身走了, 郁闷的玄熙, 躺在学校的凳子上心烦, 明秀和惠美俩人吵着架, 刚好路过玄熙休息的地方, 听着二人的争吵, 玄熙听不下去了, 她起身, 教育明秀, 看到这时我居然想笑, 我觉得玄熙应该和明秀说, 不早一点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看我就是个例子, 此时露拉, 来到了金老师的办公室, 说给露拉找了一份兼职, 并问道问什么要打工, 露拉直接回答说, 金老师最近很累吧, 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金吾철 씨, 가지세요, 此刻的金老师如坐针毡, 露拉又说道, 难道宇哲没告诉你, 我们将要在七月的时候, 去法院公正离婚的事, 这是露拉, 才知道宇哲又撒了谎, 此时的金老师, 又重新想起了露拉的话, 露拉直接来到宇哲办公室, 并指出他撒谎的事, 告诉宇哲他已经见过金老师了, 宇哲想到, 应该是玄西告诉了露拉, 立马跑去找玄西理论, 宇哲说了一大通, 玄西却只听到, 宇哲发现玄西动了真心, 他这次要凉凉了, 玄西故意打电话给露拉, 称自己忙坏了, 需要露拉来帮忙, 赶来的露拉马上投入到工作, 工作结束后, 两人一起走路回家, 听到露拉说, 还是坚持不再来上班, 宇哲无奈, 只好拿出随身携带的小盒子, 交给露拉, 说这是证明自己, 并不是同情你的证据, 露拉坐在路边, 小心翼翼打开盒子, 拿出里面的卡片, 看到上面写着我喜欢你的字样, 这时宇哲却又折返了回来, 这时宇哲开始作妖了, 他把共证书撕碎, 看来是后悔离婚了, 回到家的露拉, 发现宇哲正在等着自己, 宇哲拿出了那份, 已经被撕碎的离婚协议书, 厚颜无耻地告诉露拉, 我们取消离婚, 之前提出离婚的出发点, 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共同语言, 无法沟通,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沟通了, 这是尚有改善余地的信号, 起初你上学, 不也是因为对我深深的迷恋, 所以我决定给你机会, 想想以前我们初始的时候, 露拉想起她曾经对自己的体贴, 但后来的种种冷漠自私, 她也没有忘记, 生孩子在异国他乡, 语言不通, 因为联系不到你, 在家里足足疼了几个小时, 宇哲这时候想起了明秀, 门外的明秀听到了妈妈说的话, 自己也为以前对妈妈的态度, 深感歉疚, 第二天明秀给妈妈发信息, 希望晚上回家谈一谈, 此时明秀也遇到了感情的困扰, 挥美不回信息, 不接明秀的电话, 出去玩也不告诉明秀, 最后还是听同学说, 去了小岛玩耍, 明秀一直等到晚上, 终于等到惠美, 惠美才缓缓说道, 你把你心里的事告诉我, 我就原谅你了, 她只好答应了惠美, 回到家的明秀, 拿出了从书房找到的, 离婚写一书, 看着爸爸说道, 宇哲终于松口, 她会在这中学会后, 做个了断, 露拉来到工作室, 看到玄西正在接受采访, 她看到露拉后, 招手打招呼, 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兼助手, 记者这时让玄西, 换一套服装继续拍, 玄西助理上前帮忙整理衣服, 露拉看着他们两个, 情绪低落, 工作结束后, 露拉准备回家, 玄西想让露拉多待一会, 她却执意要走, 玄西感觉露拉在生气, 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为了增加多和露拉待在一起的机会, 请求露拉帮自己挑西装, 当听到导购员和玄西的对话, 露拉表现出的感觉, 我觉得是吃醋了, 你们觉得呢? 这个女人哭着, 给面前的丈夫, 两极响亮的耳光, 是什么原因, 对丈夫憎恨到这种地步, 露拉来到玄西工作室, 玄西看到露拉精装打扮, 得知露拉晚上有聚会, 她看着忙碌的露拉, 心里隐约觉得露拉有事, 下班的时候, 玄西看到是宇哲接走了露拉, 心里隐隐地有着醋意, 原来是宇哲国外的朋友相聚, 宇哲希望以夫妇的行事出席, 聚餐的时候, 有人提到2000年宇哲回国的去世, 露拉突然想到, 奶奶去世也是那一年, 她接到闺蜜, 说奶奶去世时的电话, 着急的露拉, 想赶紧飞到奶奶身边, 宇哲却撒谎, 没有当天的飞机票, 她自己却买了票, 发表了演讲, 露拉没有参加奶奶的葬礼, 成为多年的遗憾, 想到这的露拉, 忍不住悲伤的情绪, 起身离开了, 追来的宇哲, 却嫌弃她的失礼, 愤恨的露拉, 直接打了宇哲两大嘴巴, 她揭穿宇哲的谎言, 跑到奶奶曾经卖炒年糕的地方大哭, 此时露拉的心该有多痛啊, 第二天两人公正了离婚,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 明秀把爸爸的行李放到车上, 打开车门让他上车, 送走了爸爸, 回到家的露拉, 拿出小时候和奶奶一起画的画, 轻轻抚摸着, 儿子明秀来到房间, 关心妈妈, 希望妈妈以后不用担心自己, 她会努力学习, 也希望妈妈也要好好生活, 做自己想做的事, 儿子也是暖心的皮加克啊, 金老师意外得知, 也正要换大学工作, 并私下打理着关系, 自己却不知道, 回到办公室, 金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众人准备聚餐, 露拉觉得有点累, 不想参加聚会, 玄西吃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机忘带, 她让助理给露拉打电话, 让她来吃饭, 助理却私心没有打给露拉, 回到家的玄西, 发现露拉并没有走, 躺在沙发睡着了, 这时她发现露拉发烧了, 贴心地给她盖好被子, 煮了粥, 看到梦中哭着的露拉, 还在叫着奶奶, 玄西心疼不已, 第二天醒来的露拉, 发现陪在身边的玄西, 不由自主地, 想伸手碰触她, 突然对自己无意识的动作吓坏了, 慌张逃跑, 玄西跑出去找露拉, 看到露拉上出租车, 打电话给她, 露拉却撒谎说, 凌晨三点就已经回家了, 玄西不明白她为什么撒谎, 想到刚才, 露拉触碰自己的头发, 突然想到了什么, 不禁偷笑了起来, 玄西想到了什么呢, 这个男人正在向情敌发出挑战, 她把自己和露拉离婚的事, 告诉了玄西, 看玄西的表情并不知道, 李哲说道, 露拉为什么没有告诉你离婚的事, 她如果对你有心的话, 离婚这件事, 她恢复自由之身, 应该第一时间告诉你, 李哲说她离婚, 就是为了和露拉重新开始, 只有清算过去, 才能谱写新的历史, 要和玄西来一场竞争, 作妖的宇哲, 找到露拉, 看到露拉的鞋带松了, 蹲下给露拉寄鞋带, 想到曾经, 她是因为自己的背, 才对自己有好感, 故意挺直背让她看, 露拉却不耐烦, 找了借口回家, 回到办公室的宇哲, 收到一封匿名邮件, 宇哲顶替崔教授的职位, 是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 崔教授受贿的照片, 是宇哲找人拍下的, 宇哲看到后, 觉得莫名其妙, 这根本就是造谣, 这时宇哲又收到一个邮件, 邮件内容写道, 事实并不重要, 人们只会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事, 如果不想曝光, 在本周准备三亿现金, 她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的幕后人, 是金老师安排的, 当她知道宇哲离婚, 没有告诉自己, 她便有了报复宇哲的想法, 所以说, 男人不要惹女人, 宇哲看到后, 衡量了利弊, 怕造谣者对自己不利, 决定拿钱堵住造谣者的嘴, 金老师电话得知, 宇哲真的拿钱了事, 在交钱的时候, 拍下了照片, 就这样宇哲掉进了金老师的圈套, 这边, 璐拉接到了酒吧的电话, 是玄西助理想爱喝醉了酒, 店员希望帮忙把她送回家, 璐拉赶到酒吧后, 看到喝醉的想爱, 意外得知, 想爱一直暗恋着玄西, 知道这件事后, 璐拉有意躲避着她, 玄西找到璐拉, 问为什么躲着我, 璐拉意外打嗝, 而终止了这个话题, 璐拉休息片刻, 脑子里回想着, 玄西刚才说的话, 被玄西说中心里的想法, 慌乱逃跑了, 一早璐拉就接到玄西的电话, 她已经在门口等着自己, 玄西说, 她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实在接受不了, 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她感觉璐拉在撒谎, 明明喜欢自己, 为什么不承认, 璐拉继续狡辩着, 称对玄西只是朋友, 玄西看到固执的她, 只好让璐拉拿出, 把自己当朋友的证据, 你跟在我身边, 可以做一些事情, 来证明你不喜欢我, 玄西怕璐拉不答应, 故意用激将法, 两人来到公园里散着步, 玄西看到璐拉离自己很远, 说哪有朋友一起散步, 离这么远的, 这时, 一位骑自行车的神助攻, 差点撞到璐拉, 玄西一把, 就把她拽进自己的怀里, 尴尬的璐拉, 只好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玄西带璐拉来到公园, 准备惬意地一起看漫画书, 她故意凑近璐拉, 一起看漫画, 璐拉感觉到不自在, 最后玄西准在璐拉的背后, 很明显, 璐拉的心里, 完全不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晚上玄西送璐拉回家的时候, 遇上了明秀, 两人正式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 璐拉看到玄西又在接自己, 为了避免尴尬, 璐拉再一次说道, 不想证明我喜欢你, 玄西说出, 璐拉和自己在一起时的, 种种表现, 玄西最后补充道, 我喜欢你, 非常的喜欢你, 璐拉不要玄西继续说, 她说, 为什么不让说, 时隔二十年, 终于有了坦然说喜欢你的机会, 璐拉口是心肺地说, 把玄西气走了, 回到学校的玄西, 意外看到雨哲和金老师, 两人像是互不认识一样, 擦肩而过, 玄西看到两人的表现, 好奇二人是不是分手了, 这时璐拉来到工作室打工, 看到了穿裙子的想爱, 想爱害羞地表示说, 今天会向璐西告白, 还希望璐拉可以帮助自己, 这时璐西进门看到想爱后, 夸赞了一番, 无视着璐拉, 并让想爱转告璐拉, 把文件拿到楼上, 想爱看着两人在闹别扭, 想到了昨天和璐西的对话, 原来想爱, 放弃了对璐西的爱意, 让璐西帮忙介绍相亲对象, 今天穿得漂亮, 是因为要去相亲, 想爱故意刺激璐拉, 看着两个人离去的背影, 她想着想爱说的话, 无法安心工作, 璐拉拍着自己的心懊恼着, 这时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让璐拉陪自己去看门面, 走到自家门面时, 意外得知门面换了主人, 此时宜哲接到璐拉的电话, 还沾沾自喜, 宜哲只能撒谎说, 是因为没有住的地方, 着急卖了, 过几天会过去解释, 刚挂断电话, 宇哲就收到了一份邮件, 当他看到里面的照片后, 惊掉了下巴, 这时才明白过来, 他掉入了别人的陷阱, 他突然想到了金老师的话, 赶紧跑来质问金老师, 宣誉을 배신으로 보답한 사람에 대한, 응징이죠? 璐西接到璐拉闺蜜的电话, 因为觉得宇哲不靠谱, 让璐西打听一下, 宇哲为什么把门面卖掉, 璐西想到了前几天, 学校播放的教授受回案件, 让自己的助理, 找到当时的新闻和视频, 并找来顺南和盛贤, 帮忙查找照片的两个学生, 此时的宇哲贪坐在椅子上, 知道自己的事业将要完蛋了, 璐西堵住了刚要出门的金老师, 他已经查到发表这个视频的是谁, 璐西说知道为什么金老师, 要把宇哲推下悬崖的理由, 是因为宇哲迷恋璐拉而背叛你, 并警告金老师, 你惩罚他吧, 不要伤害璐拉和他的儿子, 让金老师在璐拉和明秀没看到之前, 删掉帖子, 金老师想着璐西的话, 心里有了触动, 看着跑来的宇哲, 手牵着手在校园散步, 这个画面是金老师, 梦寐已久的事, 他伤心地哭泣着, 叫来了宇哲, 把威胁要来的钱还给了他, 宇哲找到玄西说, 我们是寝敌, 你为什么会帮我, 金武철씨가 잘 살아줘야, 너라도 앞으로 마음 편히 살 수 있으니까, 这是宇哲, 回想着玄西说的话, 才真正明白玄西是真的爱璐拉, 是自己太自私, 宇哲回到璐拉的家, 把玄西帮助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一早璐拉来到了玄西家, 谢谢玄西帮助宇哲, 帮助自己太多太多, 举丧的玄西一人坐在台阶上, 想着璐拉说的话, 第二天一早, 玄西约璐拉出来, 重新问道, 你真的不要我吗, 你需要时间, 我也愿意等, 希望璐拉勇敢面对自己的心, 固执的璐拉说, 想要一个人生活下去, 不需要什么人, 玄西看到璐拉的决心, 失望地说, 几天后, 璐拉办理了退学申请, 去了洞哲店里打工厂年糕, 当她看到报纸上的玄西, 不禁多看了几眼, 闺蜜这时候突然到访, 璐拉赶紧把报纸收了起来, 闺蜜问璐拉退学会后悔吗, 想到了之前和闺蜜的谈话, 幻蜜对璐拉说, 过几天是奶奶的生辰, 要陪璐拉一起回老家, 并问道, 차연석, 여기 한 번도 안 왔지? 璐拉脸上挂着想念, 被璐蜜禁收眼底, 一天璐拉去买书, 看到了走来的玄西, 璐拉刚想说好久不见, 玄西却装作不认识, 从璐拉身边走过, 她本想追上去, 却想起了玄西的话, 璐拉看着报纸上的玄西, 想着今天对自己的陌生, 璐拉深深吸了一口气, 发着小脾气把报纸收了起来, 拿出玄西送给她回忆的小盒子, 卡片上写着, 是曾最想关注的人, 璐拉你难道, 这才几天, 还最想关注的人呢? 第二天准备去老家, 给奶奶过生辰, 闺蜜却打来电话, 临时有事, 她去不了了, 准备坐公交去的璐拉, 站在路边等着车, 碰到了开着车的玄西, 玄西让她上车, 说送她去, 璐拉客气道, 自己坐公交去就可以了, 雨哲痛快答应了, 那好吧你坐公交吧, 关上窗就要走, 璐拉心想, 我就客气一下你还认真了, 这时玄西却突然停了下来, 问璐拉这么多行李, 是要回老家吗? 璐拉说是奶奶的生辰, 玄西直接把行李放到了车上, 说,看你对奶奶孝心的份上, 我送你去, 车上的玄西故意不和璐拉讲话, 一直在打着电话, 璐拉心里想, 都三十分钟了, 连一句问好都没有, 两人来到奶奶的墓前, 玄西准备修剪奶奶的墓, 让璐拉去做饭, 做着饭的璐拉, 自言自语了起来, 想到了少年时的玄西, 高中时那么的心软, 仿佛看到了少年时, 为大家去拿西瓜的玄西, 璐拉想起, 两人一起吃西瓜的情景, 看着熟悉的一切, 回忆慢慢涌上心头, 想起了曾经的约定, 因为约定, 而埋下的时间胶囊, 约定二十年后, 一起来打开, 想到这, 璐拉开始找, 埋时间胶囊的地方, 这时璐西来到璐拉的后面, 告诉她往右边走, 勾起了好奇心的璐拉, 拿着木棒努力挖了起来, 很快挖到了时间胶囊, 迫不及待拿出来看璐西写的字, 拿出自己曾写下的约定, 璐拉突然想起, 璐西也是自己少年时, 曾想关注的人, 激动的璐拉, 寻找着璐西的身影, 追上她问, 这个胶囊你看过了吗? 璐西回忆起少年的时候, 刚退伍的璐西, 去老家给奶奶击败, 想起璐拉连奶奶去世, 都没有回来, 生气地想把时间胶囊扔掉, 最终还是没有舍得扔, 决定拿出来看璐拉写的什么, 看到璐拉写的事, 想关注的人居然是自己, 这时回忆被璐西拉了回来, 璐拉问道, 你是看了之后又买起来吗? 璐西说, 觉得二十年以后会一起来, 所以我愿意等着你回来, 说完, 璐西转身就要走, 这时璐拉下定了决心, 终于鼓起勇气, 从身后抱住了璐西, 璐西当时应该激动坏了吧, 璐拉这才明白了自己的心, 她故意问璐拉这是什么意思, 璐拉说, 这样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听到这里的璐西, 心里想我终于得逞了, 等着句话等了太久太久, 一遍没听够, 让璐拉再说一遍, 两人确定关系后, 一起祭拜了奶奶, 璐西这时候说, 璐拉终于清醒了, 让自己又等了三个月零十天, 璐拉怪璐西, 怎么一次都不来找我呢? 难道不想我吗? 璐西严肃说, 我怎么没找你, 我还看到你经常来偷看我呢? 你那么想我吗? 璐拉吃惊,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 璐西又说道, 昨天你还偷吃了三个年糕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璐西的计谋, 为了让璐拉看清自己的心, 反应过来的璐拉, 才知道三人的合谋, 问璐西为什么这样做? 璐西说, 我也想成为给你人生勇气的人, 只有这样冷落你, 你才会自己来找我, 璐拉鄙视着她, 说, 你真坏, 璐西说, 你知道我有多紧张吗? 害怕你还不知道我的心, 璐拉嬉笑着, 你现在不是有了期待的结果吗? 这边的宇哲, 发愤图强, 重新写起了论文, 用自己的智慧, 考入了流放大学, 金老师偷偷跟在宇哲的后面, 看到寒酸的宇哲很不适滋味, 这时宇哲发现了金老师, 哲反了回来, 宇哲以为金老师是来报复的, 把头伸出来让他打, 金老师却哭了起来, 宇哲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金老师还是爱着自己的, 看着眼前一扇不整的宇哲, 金老师问道, 你是不是一个人来的? 宇哲说, 来流放大学时和璐拉告了别, 对自己曾经犯的错, 深深地后悔, 那时不过也才二十三, 突然到来的一切都让自己害怕, 只是想自己把事物遮住, 璐拉表示我已经不恨你了, 希望我们都一起往前看, 宇哲拿出送给璐拉的礼物, 感谢他, 这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对自己的付出, 最后一次给璐拉道了歉, 金老师听完后也决定原谅他, 说我们以后要做一对坦诚的情侣, 璐拉和璐西, 一早就开始各自打扮, 男的帅, 女的美, 原来今天是璐西, 指导首部话剧演出的一天, 璐拉做好饭来给璐西加油打气, 响声地对璐西说, 这也太甜了吧, 话剧很成功地完美落幕, 璐西被众多迷妹围住所要签名, 璐拉手捧着鲜花远远地看着, 璐西发现了璐拉, 璐妮小声对璐拉说, 被重视的感觉太好了, 把另外一束花送给了想爱, 璐西又跟了过来, 祝贺想爱, 从助理毕业当导演, 几天后, 璐拉准备把自己的故事, 用漫画的方式发表到网络, 圣贤表示画得太好了, 发表成功后, 就收到了粉丝, 希望继续发表的留言, 看来璐拉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璐西牵着璐拉的手, 在校园里漫步, 璐拉回忆起刚到学校的时候, 第一次上课时, 自己的不安, 第一次上学习的课, 被她臭骂, 第一次在大学校园跳舞, 放下束缚, 第一次守护同学, 被同学谅解, 第一次登台表演, 找回自信, 第一次后悔放弃大学, 大声痛哭, 索性这一切都来得及, 璐拉是不幸的, 也是幸运的, 人生只有一次, 也许困难会在前方与你同行, 无论怎样, 都会有花开的结局, 因为略变后的秋天, 会遇到崭新的春天, 这部第二次20岁已经完结,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咱们下部剧再见。